今天这期视频的摄像师离家出走了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有了120版本的克达金200 这里接上一期Vlog 在完成了一天的旧金山扫结之后 我们决定在第二天去Point Reels国家海岸线 我也没有忘记给这次Road Trip的最大功臣拍一张证件照 北美大陆最西侧的海岸线 它好像在南北方向上无限延伸 而白色的海浪就好像在太平洋和大陆架两种材质之间拉上拉链 在拍完了这剩下的半卷炮塔160之后 我换上了Aktar100 在本次旅行结束之后 我才发现这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款胶卷 走向悬崖上灯塔的路零是疯了 不过远远的看也很好看 隐藏属性 在全开光圈的时候会发生胶外旋转 在离开Point Reels的灯塔之后 我们非常幸运地遇上了一群迷路 感觉急不可思 所以我换上了带来的另外一转富士Pro400H 富士的绿色跟阴天真的很大 三番第三天 在去优胜美地之前 我决定先拍一张城市景观 三番城里无数狭长波道产生了透视效果 仿佛盗梦空间 出城以后走上140周级公路 两侧绿色的山丘 让我们在看Mac壁址之前 先回忆一下Windows XP 终于来到优胜美地山谷 然后发现一场暴雪才刚刚结束 就在我们都觉得暴雪之后 那些巨大的花岗岩会藏在云雾之后 无缘相见 然后我们开出树林 突然流暗画面 看到了一道圣光照在 酋长岩Al Capitan上 这个雪人身上 好像有一些多雨的器官 然后这是酷水期的Yosemite Falls 在2022年第一天 我们终于走上了 开回西雅图的返程之路 本以为爱武公路上 应该没有什么风景 但是我们发现了两颗彩蛋 一个叫Weed的小镇 和一座叫Sasta的山 Weed 这个地方叫Weed saoWeed 因为这边的生命 试这位是 很重要的 就是 这么多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曲景系里永远比照片好看 这就是你为什么要买一个腰瓶曲景的中画幅相机 在把ACTOR拍完之后 我换上了这次戴上的唯一一卷反转片 Provia按补浓烈的子调让黄昏有了另一种情绪 最后来总结一下 结合这次4000公里自驾的经验 我觉得在短途旅行中只拍胶片完全可行 它不像数码 在拍完之后就会变成沉睡在硬盘里的比特编码 而是会留下时间和回忆的实体切片 你的每一次过片上弦 每一次取景对焦 每一次按下快门 都会加深你对拍摄时场景 人物 风速 甚至情绪起伏的记忆 所以如果条件允许 我希望你也可以试试 最后最后 也请期待我的下一期Vlog 因为西雅多的樱花季开始了